肝炎肝癌肝癌 所以肝上去的地方 事實上我們可以透過局部 就可以直接下達 再來它很特殊的地方 如果哪裡有痠痛 或僵肌塞的部分 我們再做一下看看 因為我 從事這個部分 還蠻久的 可是發現我的客人 經不起痛 我想沒有人喜歡痛吧 有沒有人喜歡越痛越好呢 很難吧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很多人好像就是有病 沒病就可以來保養 這個你可以再拍 如果可以用一些更簡單的方式 更輕鬆的方式 把剛剛肝那一個疲勞 那一點拔掉 比較輕 那再來呢 再把那一張肝 那個再 所以呢 請再講 如果都不清楚的話 那我們只要知道所有舒服的地方 插在那上下 你看這個是本來是這個地方 穿過去了 我現在要把這個蓋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色彩要把裡面 現在的顏色跟 然後你這個顏色本來是有跳差距 跳到綠色跳到電色 我現在把T色調為藍色 對吧 所以呢 從下面到上面 這個也可以提供各位做參考 就是我們在穿大衣服的時候呢 因為色彩都有一定的平衡 可是 你剛剛不是說綠色 你剛剛跟我說 你這個是綠色跟電色 這是電色 現在這個是藍色 把色界往上提 左右腦的平衡 交感神經跟護交感神的平衡 這個平衡度把它抹去 比較和諧一點 這個是屬於在我們在講的神經跟精神方面的 或是在小肢體方面 那其實剛剛科醫師幫你做得很好的 就是把你那個內複密的障礙 內複密的那些障礙 整個都化解掉了 靠這個 靠光是這個 這個處理 整個方面化解掉 這個可以 請問一下這個可以 持續多久的時間呢 做這個東西 持續多久的時間 我看你是不是 珍惜這個能量 沒有一直去浪費 如果你又是認為說 反正我有加油站 我就拼命在開車子 一天24小時 我可以開23小時 只休息一個小時 那馬上就 這個肝又馬上沒了 那如果說是你有適當的休息的時候 那他們大家所努力的 在你身上幫助你 其實我們沒有治療幣 我們是幫你開一扇門 讓你自己把健康的路走出來 所以這個我們都是幫助者而已 最重要還是看你自己 是是是 了解了解 那這個呢 這個主要是顯示說 你當下的能量 狀況如何 那硬風硬的 這個都不能說謊的 有沒有幫你內蜂蜜解掉 我們一看就知道了 就解開了 那個黑色的線不見了 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剛說那個顏色 你第一次看到我的 你說這個很少人有這個樣子 你說這個 沒有啊很好啊 非常好的顏色 不是 你的意思是原來都很平啊 對對對 非常好啊 那現在感覺顏色有變化 除了綠了以後又有藍色 我們碰到你的身體了 它的能量會進入你的身體 我碰到你的穴道 我的能量會進入你的身體 你身體會吸收 還沒有吸收完畢之前 它顏色還沒有沉澱下來 當它沉澱下來之後 它又變成 比較年輕的顏色 現在其實你這樣這個顏色 就是顯示說你的個性 這是很明顯的表達 你的個性是介意在 一個非常慈悲 非常寬和 非常對醫療學習有興趣的 對另類醫學非常有興趣的個性 但是呢 你會很在乎人家對你 你的一舉行為也好 那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外圍的地方 事實上也是這裡面所影響 所以如果情緒問題 或是有些障礙的話 你囉嗦起來你受不了 你就趕快跑去要逃避就來 所以說這有很多東西 這個就是從心理學上來 或從生活上去 或是原生家庭 OK 了解了 謝謝你 謝謝 我們碰到有很多